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集呢 要來介紹這個分點公式 那在介紹分點公式之前 下來看一下上面留下的作頁 那在上一集呢 有這個作頁 我們來練習一下 很多同學在學相識形的時候 遇到的困擾 就是說 他要取得那個 某個三角形跟某個三角形相識 他在圖形上沒有辦法很快的看出來 那其實相識形或者說 我們目前學到這個平行線結等比例線段 很多就是說 很多相識形其實就是平行線的結等比例線段 那你在這個圖形上面 你明明就看到兩條平行線了 所以其實並不難找到 一個三角形有一條線平行裡邊 剩下的問題是說 你要怎麼去建構出 什麼比什麼是多少比多少對不對 遇到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呢 那我們會這麼做 把這個三角形呢 我們看到可能有平行線結等比例線段的 畫出來 那我們之前呢 我都是畫在這個上面 那我現在我可以建議大家 你們可以用一個方式 就是把它畫到外面去 比如說我現在看到一條平行線 EF和AC 如果你不容易抓到什麼比什麼的話 你就把它另外畫出來 另外畫出來這裡是E 這個是F A C B 對不對 那這樣是就可以看出誰比誰 好 那這個 4跟3都不在他上面 4跟3都不在他上面 那另外呢 我們再來看 我又有一個平行線是 就是4跟3的這一條 這個是 AF跟D 那我一樣畫出來 A F E D B 好 那 E D是3 F是4 那至少我們在這裡 因為有數字嘛 所以我們從這頭開始 而且這個是E 這個是E 對不對 至少這裡有數字嘛 所以我們從這一頭開始 那這個3比4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 如果你前面的這個所教的 你有學起來 然後有記得的話 這裡平行線節等比例線段 D1比AF 也就是3比4 他就會等於是B珠比BF 那又或者說是B1比BA 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 我們要學哪一個呢 不妨參照一下上面 如果大家還有記得的話 我們以前 在這個 上學期教 那個幾何證明呢 我們就說 順向思考跟逆向思考 我手邊上有什麼 我剛才已經分析完了 對不對 3比4是B1比BA 也是B珠比BF 那到底要做什麼 反過來啊 我這裡 我最後應該是要跟他 對到的嘛 因為你看CF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CF在這邊嘛 所以說呢 換個顏色 CF在這邊嘛 所以說最後大概是要從這裡來算CF 那這裡要算CF的話 其實這裡有喔 有沒有 BF是整條 對不對 那所以說可能我們需要BF 然後又 這裡都沒有數字啊 這裡都沒有數字啊 那所以 我要有CF的話 可能要產生一些數字 所以我們來把這邊 對過來這邊 那這個D1比AF是3比4 所以B珠比BF也是3比4 那所以3比4比這一段應該就是1啦 那他剛好真的就是1 他剛好真的就是1 所以前面呢 就真的就是3 這樣子他就會是3比1 然後合起來是4 就會是3比4 有沒有看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然後這邊比這邊也會是3比4 這樣 所以呢 因為這邊比這邊也是3比4 所以這 B1有沒有 B1比A1也會是3比1 因為整個是4嘛 對不對 然後呢 BF呢 BF其實是4喔 對不對 那這樣就可以看出來啦 CF齁 最後來寫這個解答 CF 他其實應該1比3嘛 他應該是3分之1個 BF 所以是3分之4 可以嗎 那我們前面有介紹到這個加全平均齁 那就講到說加全平均是用類似俏俏版的方式去計算的嘛 很快的介紹說如果有兩個濃度是10% 跟20%的東西 濃度10%的東西我加300克 濃度20%的東西我加200克 最後濃度會是多少呢 那像這樣子的計算 在原始上你可能需要用300乘以10 我寫0.1 加200 乘以0.2 除掉300 加200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方式來去計算他 就是我們可以想像 這裡是10 這裡是20 有一個全重300 在10這邊 全重200的在20這邊 要平衡的話 你的俏俏版的支點要放在 比較靠近300的地方 因為 這個乘這個會是這個乘這個 所以這裡 這一段比這一段會是 2比3 2比3 2比3整個是12 R加3R 5R是10的話 R是2 所以平均起來是14 這樣子就可以取得加全平均 那 如果你看完了 我這樣的說明 你有一點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樣做的話 真的就是回去看影片 那個 在 YouTube的 你在YouTube的話 那YouTube點我的這個頻道 那點頻道之後 選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裡面就會有那個 比與比例 好的 這一個 清單 那就應該是一張 點 比與比例的清單裡面 你就會看到一集在介紹加全平均 要去學啦 不要看看就算了 不懂就算了 不要這樣 來 那於是呢 我們可以 我們前面是把應用問題用加全平均來算 那加全平均的應用呢 在這裡就產生了另外一種的使用方式 就是把它拿來 用加全平均的概念怎麼樣 拿來算作標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這裡有一個7 這裡有一個 比如說 13 比如說13 這樣子 那 我跟你說 我有一個 那個不知道點是多少的這個點P 點P呢 他是在 17跟13中間是3比2的位置 可以嗎 那傳統上你要去做的話 你可能是把 7加上 7加上 13-7是5 13-7是6 5R是6 所以R是1.2 那7加上3倍1.2 7加上3.6 所以這個是10.6 當然就是可以的 我們寫在這裡 法1 7加上3-7 除掉 這個 5嘛 3加2 然後再乘以其中的三分 對不對 所以是 10.6 可以嗎 好 10.6 那我們在這裡呢 介紹這個所謂分點公式 就是我們剛才是 利用速限 利用速限利用敲敲板的概念 利用比例 來去解決一個加權權重的應用問題 那在這裡呢 好 我們呢 反過來 利用一個加權權重的概念 來去處理 速限的 圖形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可以想像 這樣子的比例相當於有一個 權重3 因為他比較靠近13嘛 所以其實是13的權重比較大 相當有一個權重3的 坐在13的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權重2的 坐在7的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 比如說1公斤7塊錢的糖果 買2公斤 然後每公斤13塊的糖果 我買了3公斤混在一起 平均多少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呢 他其實是用7乘2加上13乘3除15 也就是14加39 14加39的話是53 除以5 所以是53除以5 沒有錯 4.6 對不對 可以這樣算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 不看這裡的話 就是說把這個比例 這一個乘這一個 加這一個乘這一個 除以他加他 這樣子 這個可以不寫 寫出來也可以 那這個就叫做 分點公式 事實上 在高1的時候會加 要不要背 用背 懂嗎 懂這個概念 就是說 批點如果坐落在 如果你 不懂加權平均的計算 你就回去看加權平均那一集 現在 去看完加權平均那一集 再回過頭來接著看 那假設你已經懂加權平均的計算的話 有一個批點坐落在7跟13中間3比2的位置 就相當於是這邊的權重3這邊的權重2 那你在做平均的時候就是拿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 除以2加3 就是我們剛剛說那個 混合單價或混合濃度 的原始算法 OK 這樣叫做分點公式 可以以嗎 可以嗎 那你 稍微留意一下 我剛才在證明 我剛才在 說明這個公式這樣算 的確是對的的時候 你看我們用了原始算法 就是說它是7 然後怎麼樣 這段是6嘛 6裡面它佔了5分之3 對不對 我這邊可以寫 該寫成這樣 6裡面它佔了5分之3 補上來 10就是批點 那為什麼我要再用這個方式來說明呢 因為接下來要介紹 這個另外一個 跟它很有關係的 也是一樣分點公式 那也是一樣我們前面交過 就是這個 T型的一個比例 上一級交的 對不對 我們那個時候說如果這裡2比3的話 那你在這邊做這個平行四邊形 那要證明說 假如這一條跟上底和下底都平行 那要證明 EF 它是AB乘3 CD乘2除5 那我們那個時候證明 你看我們是不是說 EF的話 假如說AB 這段做那個平行線過來 這是平行四邊形 這也是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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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是寫EF 它會等於 就是X的Y EX加上XF 對不對 然後XF是什麼呢 XF會是 五分之二的 YC 嘛 對不對 那然後呢 最後起來在這邊 因為EX就是AB 然後CY呢 CY就是下底 減掉 DY 那DY又是AB 所以其實CY是 CD-AB 對不對 這個東西去乘上 那這個五分之二呢 就是這個五比這個二 也就是二加三分之二 那你看 除了我上面這個是二啦 所以我這邊是二之外 Sorry 除了因為我上面這段是二 所以我這個地方寫的是二之外 那其實你看我現在這裡寫的方式 是不是就跟我們剛才這個法一的這個 是一樣的喔 7 加上6 裡面的五分之三分嘛 那這裡也是 對不對 AB 加上 大 減小 剩下來的五分之 因為它是兩分 所以在這個這樣的問題裡面的這個幾何推論 跟這邊的數字的推論 欸 其實是同樣的 對不對 好 那於是最後 大家來思考這個問題 好 我在平面座標上有一個35和一個51 然後C在AB直線上 如果AC比BC是3比7的話 求C點的座標 可以嗎 想一想 按個暫停想一想 好 在大家思考剛才這一題的時候呢 那我們來閒聊一下 這個我剛才有提到我私有熊老師 那他才是熊老師 那熊老師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常常在新聞裡面會看到說 這個台灣 申請專利的建術 在美國申請專利的建術 台灣企業在第二名之類的 那 但是好像沒有聽說台灣有什麼很厲害的 就是你知道厲害的發明 比如說iPhone啊什麼之類的 那不是說台灣的人都不研發 而是但是說實在話 台灣的研發呢 這個含金量很低 也就是說 我們申請了很多專利沒有錯 但是那些專利都不值錢 那為什麼會有專利不值錢 這也讓大家知道說 並不是有專利就好 不是說我今天在路上看到某個人 我跟你說 他有去申請專利 喔好厲害喔 其實你假如閒錢夠多的話 找專利事務所 就是無聊 沒去申請一個專利也是可以的 大概會花個幾萬塊到十幾 二十幾萬 不一定喔 對 那因為他要去評估 要去知道說 有沒有人有申請過類似的專利 然後要去維護他 要去可能有 搞不好會有訴訟 不一定喔 那 就來介紹為什麼說會有不值 沒有真正有價值的 那個都是那種錢都是亂花的 有一些專利是沒有真實的價值 為什麼呢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舉熊老師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呢 熊老師是一隻五尾熊 那很多人懷疑他 不是五尾熊 這些人很不應該 我家樓下的小弟弟 曾經說他是老鼠 讓我們很傷心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大鼻子 那熊老師的扭扣鼻是 我媽媽幫他縫的 因為在我小時候呢 對 就被我玩掉了 所以就換了一顆扭扣鼻 那 假如說今天熊老師紅了 假如今天熊老師紅了 那為了要這個 避免人家冒用我們的 這個招牌 我就拿熊老師去申請專利 假設 其實我應該要申請商標之類的 但是沒有關係 假設我們申請專利 那申請專利的時候就說 五尾熊 專利就是五尾熊 你覺得會過嗎 不會過啦 五尾熊不是你發明的 假如說今天這個世界上 從來沒有五尾熊布偶 我發明了 有人發明了五尾熊布偶 那這個專利有可能是他的 那 那也不見得會過 因為做成布偶有什麼好稀罕 但是假設有的話 那接著我要再去幫熊老師申請專利的時候 我就不能申請 五尾熊布偶了 因為這個不是我發明的 事實上我只是做什麼 我媽媽只是幫他把大鼻子換成鈕扣鼻 所以我可以申請 鈕扣鼻 好嗎 假設今天如果有人生產出一支智慧型手機 叫iPhone 那你發明了這個 我們其實可以把 假設 把iPhone的 我隨便講講的不要再去裝 假設我們發明一個方式 就是把iPhone的螢幕割成一半 然後我跟你說 欸 我發現如果把iPhone的螢幕割成一半的話呢 可以用某一些APP 讓一支iPhone變成對戰軟體 就是這邊跟這邊對打 打足球賽之類的之類的 那 我就發明這種 iPhone的新用法 或者說一個保護貼上面會把這個iPhone割成一半 這樣子 那我可以去申請專利 對不對 我可以申請怎麼樣的專利 我可以申請 一支 這個 有上網功能的 又可以玩遊戲的手機嗎 而且它可以對戰 這樣子 有上網功能可以玩遊戲的手機嗎 我不能 不能申請這樣的專利 因為iPhone不是我發明的 反倒怎麼樣 我每賣出一支被切割過的iPhone 其實我都應該要付一定的這個費用給iPhone那一家公司 因為其實我是用它的東西 我是用它的專利 那 我可以申請 一支 這個 螢幕被切割過的iPhone嗎 搞不好這個都有人申請過 搞不好我也不能 就好像我剛才說熊老師 我可以申請 鼻子是扭扣的不偶熊嗎 我相信應該是不行啊 我可以申請 沒有大鼻子 而是有扭扣鼻的無偶熊不偶嗎 搞不好可以 但是搞不好不行 那 我相信我應該可以申請 沒有大鼻子 然後鼻子是 紅色扭扣 而且用三條線縫上去 然後嘴巴也是白色扭扣的不偶熊 然後 還帶著一個蝴蝶結和一顆 金色的扭扣 算已經有點吞色了 那 我相信這個應該我可以申請到 那 於是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有一天我在市面上看到有人在賣無偶熊 侵犯我的專利 沒有 不行 告不了 我發現有人在賣 鼻子是扭扣的無偶熊不偶 侵犯我的專利 也沒有 告不了 我要怎麼樣 我要等到有人賣 鼻子是紅色扭扣 嘴巴是白色扭扣 而且還有一個蝴蝶結的無偶熊不偶 那 那也許他就真的有侵犯到我的專利 我就可以告他 終於 對不對 那你就知道這種情況 很難遇到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不偶業者 你知道我申請了這個專利 你要生產無偶熊不偶的時候 你也會那麼傻 沒事把你的鼻子 封紅色扭扣 我嘴巴封白色扭扣嗎 你鼻子不能封黑的嘴巴封綠的嗎 當然可以啊 那於是你這樣子生產了一隻 就長這樣喔 但是鼻子是黑的嘴巴是綠的 扭扣 然後我要去告你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我還是告不了啊 那於是你就會發現 這個專利就是 剛才講的 沒有含金量的 我申請了這個專利沒有錯啊 全世界只有我能夠製造這種不偶熊 沒有錯啊 可是怎麼樣 我告不了人家 那我每年花那個維護費 去研究說市面上有沒有人仿冒 市面上有沒有人仿冒 有一天那個專利事務所的人 他又來問我說 今年我們要不要去調查 市場上有沒有人生產這個 類似熊老實的布喔 用扭扣筆的 那想一想算了啦 對不對 找到一個類似的不能告啊 要完全一樣的才能告的話 那有什麼意思 對不對 那這就是 含金量太低 所以實際上沒有什麼價值 那有的人他就乾脆不會去申請 不是說你發明了什麼都要去申請 台灣有 因為最近就是 技職學校正在發展 正在發展啊 那他們就很鼓勵學生去 申請專利 其實有的時候是為了讓學生和家長 覺得我們有在做事 但是那些專利沒有什麼價值 申請完再花錢去維護的那個成本 是不划算的 就是比如說我發明了一個 只做的喇叭像牽牛花 然後我又去申請一個專利 你發明了一個竹子做的喇叭像 像什麼 不知道 像純錢筒 你又去申請一個專利 就是 那說話 我為什麼 這個專利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 我今天假如是純錢筒製造商 我出一個旅做的就好啦 我出一個竹子做的像牽牛花 或出一個紙做的像純錢筒就好啦 所以這種專利都沒有什麼價值 那什麼樣的專利有價值呢 一個無法規避的 你要生產這個 比如說如果全世界我是第一個發明把手機 用某種方式 讓它的這個各種元件變小 然後把電話用某種方式讓它各種元件變小 變成手機的 如果我是第一個發明的 那當然我賺翻了 因為全世界所有生產手機的我都抽成 我都要找我授權 那這樣子就是含金量很高 那台灣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的專利含金量不高 可是含金量不高 我們也不能夠說 這個一桿子打翻他們 都說他們是沒有用的 他們不見得完全沒有用 有的時候是防禦性的 也就是說因為台灣很多代工廠 像比如說鴻海 像鴻海它幫人家生產 那鴻海的技術 為什麼人家要給鴻海生產 因為鴻海會用某一種很好的方式生產 很便宜 然後這個精確度很高 比如說他幫Apple生產手機 手機的專利是Apple的 可是怎麼去生產 它可以更便宜 這個專利是鴻海的 可能是這樣子的互動 那你說如果有別人想要幫Apple代工 他也許可以另外發明方法 不要用鴻海那個方法 那他也許就是不要那麼有 不要不要不要那麼便宜 貴一兩塊 沒有關係啊 或者說用他就是發明出別的方法去生產 當然是可以 那你這樣子就是我剛剛講 鴻海這樣子鴻海手上的專利就沒有 實際上含金量 就是他沒有辦法用這個專利去告人 因為人家不是按照他的方式做的 那但是怎麼樣呢 至少我說他具有防禦效果 就是至少他把自己的生產方式 一個很好的生產方式 申請了專利之後 至少別人不會來告他 然後他在跟蘋果談合作的時候 他就可以跟蘋果說 就是你要找別人可以啊 可是因為最好的那個生產方式 被我發明出來 被我申請走了 別人也許可以繞過我的專利 他也許可以不用我的方法 但是可能不會那麼好 看你要不要接受嘛 那如果蘋果覺得不行 我就是要這麼好的 他就必須找鴻海 那你就會發現鴻海手上的專利 他可能不能告別人 可是還是具有競爭性 就是說他可以讓那個 要找他代工的人 比較願意找他代工 而且他可以不會被別人告 那就讓大家了解一下這個專利發明 為什麼台灣有很多專利 卻不像是像美國有那麼多 像Google這樣的大企業 來 那麼我們在平面坐標中 我沒有真的要畫 所以我隨便畫兩點 這個A是 35 B是5 -5-1 你剛才有做出來嗎 C在這上面 而且AC比BC是3比7 3比7 這是C點 那C點呢 那在這裡就是說明到說 如果他今天是在平面坐標軸上 我們剛剛都是一條線嘛 在平面坐標軸上怎麼辦 如果你有懂我們剛才講這個T型的那個推論的話 那其實就不難想像 我們今天用2比3 或3比7也可以 如果說這邊是3比7 我這三個點AB中間的C 這三個點都對X軸垂直下來 取到的這樣子這是一個T型 對不對 平行兩底 這邊3比7的話 底下也會是3比7 同樣的道理 我如果拉到右邊去 這邊3比7這邊也是3比7 對不對 那所以總而言之怎麼樣 他的這個 你如果這邊就是看X座標嘛 所以他的X座標是A跟B的X座標中間3比7的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剛才的分點公式 他的X座標會是 A跟B的Y座標中間3比7的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剛才的分點公式 他的X座標會是 3乘7 然後-5乘3 然後除以10 他的Y座標是5乘7 然後-1乘3 然後-1 可以嗎 那我就不算了 好 但是這樣還不是唯一的答案 要注意一下喔 因為這個題目這裡有一個小小的也可以說是陷阱啦 但是我們沒有考試對不對 不要說我陷害你 利用這個機會教一下 這個符號 兩邊都有箭頭 我剛剛講他就是AB直線 所以他是可以無限延伸的 不只有在中間 假如這樣叫做AB線段 可以嗎 假如只有一邊叫做AB射線 代表A這邊是不能延伸的 從B這裡可以無限延伸 那所以也可以反過來是BA射線 就是這樣 就會畫箭頭在這邊 那現在他的這個是兩邊都有 就是AB直線 可以嗎 那在AB直線上 到A是3到B是7的點 不止這一點 其實還有另外一點 在這邊 3 7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也有一個公式 但是我懶得背了 而且呢 3比7比4 其實我們也可以 我們不一定都要背分點公式 包括剛才這一點 也不一定要用分點公式算 我們可以怎麼算 從B點到A點 是走了4R 走了4R 他的X是加了8 從B點到A點 X是加了8 Y是加了6 X加8是4R 那現在他再加3R的話 是再加6 所以C點在這一點的話 其實會是9 然後XY加 6是4R 所以要加3R的話 是6乘4分之3 所以是2分之9 2分之9 也就是4.5 所以5再加4.5是9.5 所以其實剛剛的答案 會有2題 2個